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除了多几个游行之外 他还在中间是可以采放的 他那个兵营 中国都得偷心的 而且这个家伙他也偷了游力感 他这个游力感看到没有 他这个架势马上就过来把我带走了 我是美国 有散变 你看他这个光能 对吧 一心的 加上多个能保护他那个游力感 我要是有个一样是个三星光能 完全可以上去强情况 目前不多 像这种族的话呢 假如说我们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不去整他呢 他这个游力感慢慢的往我这个方向靠近 虽然说我有大炮 但是他那个游力感可以占据那个高地 他只要坦克保护游力感占据高地 我后方的坦克全部的都会被他抓 所以我们手可能是没有机会 一定要想办法去折一下他 所以我们是把水里面造的当时有很多驱逐件 用这个驱逐件加上飞行兵来过去整他 这个看到没有 只要有个游力感 在这个高地我们把它整掉 这个游力感一整呢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了 一个游力感大不了我们呢 他要是过来抓我对吧 我们强行的给他换掉 这个驱逐件呢 我们直接强行上去换他这些建筑 他现在盟军基地 苏军基地都是远的 好 我们家里面继续解消者 这个光能坦克呢 尽量多解决三星啊 然后呢 驱逐件可没有来了个三星 好 我们直接过去强行 看看能不能换掉这个苏军基地漂亮 再把这个重工强行一换 这样子的测试呢 他就没了那个苏军基地啊 但是他现在还有那个苏军的病例啊 在那个最中间 目前我这个飞行兵呢 想上去换了换不掉 他那个苏军病例呢 有两个 下面我们要找机会对吧 把那个兵啊给他换掉哈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准备先用这些三星的幻影啊 加上光能 先给这个紫色呢 整一下速箱伤害 把这个坦克的消耗了再说吧 当时呢 我们进攻的时候 我以为呢 这个紫色他把那个尤力改就是卖了哈 因为当时他那个尤力改被我整掉一个了 结果这个家伙呢 他舍不得卖 他那个尤力改还在哈 刚刚我们这个光能呢 又没了 现在这种情况大家说 我们这局 基本上就是一个没办法赢 你说怎么赢 我们这个飞行兵呢 又不是一星人 要是一星人呢 多转一波还比较厉害 对方这个坦克跟飞行兵啊 都是一星人 而且他这个家伙呢 有钱 不像我们的坦克 现在没钱了 我们这个经济呢 除了隐藏的三个游戏之外啊 另外呢 就是靠这个紧箱子 对方坦克可以采矿啊 还在这里不经的延伸打 好 家里面继续拿光能捡 所以他手上没钱 只能在想办法去捡点捡 对方注意看哦 这个时候 在这里坦克造的尤力改啊 因为他是有那个复制中心的呀 他这个尤力改一出来呢 又有两个的 两个尤力改一冲过来 把我这个坦克一抓 虽然说我有个大炮啊 这个坦克没了之后 你看他后方 还在这里照那个光能 这个一星光能 太厉害了 加上他又有些三星的黑坦克 这个坦克一冲啊 我肯定就挺好 所以打到这里呢 我们还是想办法要去进攻 不进攻呢 这样子坐以待毙 那迟早就会被他干掉 我们拿小兵扛伤害 吸引他的尤力改 好 干掉一个出军兵爷 这样子紫色的 他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输入军兵了 只要把这个兵一整掉 再把他们的尤力改换掉 他就造不了尤力改了 像我们这个刷箱子的会说 运往后拖呢 对我们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这个坦克可以截属性啊 要是减个一样是个三星的光能 他造再多的异性的坦克也是打不过啊 好 这里又解了几个三星光能啊 他现在飞行兵里面有很多啊 坦克也比较多啊 只不过他那个飞行兵好像呢 正在这里晒太阳啊 我们用那个绳子来过去整一下 你看他那个尤力改在这里跨来跨去啊 他家里面 现在拿飞行兵里面打来也打不下 主要的防空是比较多啊 我们这回呢 手上要做点蜘蛛啊 防止他那有力点 待会呢出来抓我 而我们另外一个防守的策略就是 多做点光灵棒对吧 光灵棒呢 配合这个大炮 守住前排 这个前排一旦丢完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没得整他 这里呢 我们稍微的快放一点点哈 这个紫色呢 他现在在慢慢的 咱坦克呢 想要过来啊 直接的把我们一波带走哈 他现在耽误自己是想把我那个大炮来整掉 因为尤力改呢 他如果说过来抓啊 我们那个大炮呢 如果说操作一下 也是可以对吧 打到那个尤力改啊 现在对方来的波飞行兵 我们把这个基地卖了 反正我现在家里面的基地比较多啊 你看他这个一型飞行兵太多了 因为当时呢 我们这个兵啊 还没拖到极 飞行兵呢 我们肯定是要继续做哈 因为这个飞行兵他这个尤力改是抓不了的 好 这回注意看 紫色的坦克蠢蠢欲动 他这个架势的很明显呢 就想过来推我了 看没有 后方有力改 我们就等他过来啊 继续多兆的防空 打掉他的三星神盾 这个神盾呢 好像是我的啊 被他这个尤力抓了 我们的光能呢 反正就输在最后方 不要往前走啊 把这个坦克蠢蠢换了一下 还是不敢靠近啊 可能是看到我这个光能棒啊 首次的这个大炮啊 我要是你看 这个尤力改看没有 还一直刮我啊 现在手上又没什么钱 如果有点钱呢 我们倒是可以造点这个蜘蛛啊消耗一下啊 后排呢 我们这个坦克 这个三星两个 根本是不敢靠近啊 一靠近呢 就会被他抓 你看紫色 来了很多一星飞行兵 强行换掉我这个大炮 这个大炮一丢 注意看 他这个一星光呢 一过来 把我这个光能棒一整 后方啊 这些多功能啊 保护有力改 他说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没啊 你看 地方已经过来了 先用防空车 我飞行兵往后一退 前排呢 就靠这三个光能棒了 看一下他那个光能坦克的回不过来 假如说他拿光能坦克的强行过来换的话呢 我们实在受不了的话呢 这些坦克也要冲过去了 你看 对方已经拿了呀 这怎么办 这回呢 我们不能再低调啊 对方只有一个游力改 注意看我们这个三星 好 先强行冲过来 点掉游力改 这个游力改一下就被辞打 然后后排 这几个 其实就五个坦克 但是 这个三星天气 三星光能 打这个都是一打一大片 主要是带着火力哈 这一波呢 看着好像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攻啊 好 继续输作不行了 对方太多了 我们只能战术性的后退 不着急 继续的展一波兵力哈 他刚刚虽然说游力改的被我整掉了 但是呢 你看 他还有一个苏军兵啊 这个苏军兵呢 要是不放掉 他继续再游力改来 我们肯定也躺不躺 所以说 接下来追看细节啊 我们还是要继续冲刺一波哈 把这个三星光能 天气扛伤害 追看飞行兵来到老地 打掉苏军兵也 这样子这呢 就造不了游力改了 我们先后退一下 因为我现在弹个不多了 其实紫色虽然说呢 造不了游力改 他还是可以造那个新军兵队啊 加上呢 他本身呢 又有很多游力 主要我没大炮的哈 假如说这个紫色多攒点光能弹克 把我这个电线杆光能棒一整的话 他后方那个游力啊 这么多游力 看到没有 压实的 直接走过来呢 我其实还是躺不住 因为我现在没什么躺不住 手上没钱啊 然后看一下紫色 紫色原来在这里看没有 还藏了一个游力改 这个游力改呢 一定要给他干掉哈 这个飞行兵想上去整的 现在紫色紧定点是比较强 我们呢 找不到机会 这里呢 我们稍微的快放一点点 现在紫色呢 他想打我 一下两下呢 也打不下 因为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些三星的天气 门口呢 有光的骂 假如说他游力改过来呢 如果想抓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 就拿飞行兵器把它换了就行了 现在我们当屋自己呢 就是要捡那个三星的光能 外面其实有个间谍啊 但是这个间谍呢过不去 因为他那个路口啊 有油里 虽然说间谍啊 变得骂啊 但是呢 他那个游力他是可以识别的 我们继续啊 赵光能 只要家里面都有点三星光能啊 假如说呢 他要过来的话 我们就强行啊 用这个三星光能啊 把他那个游力来给他戳死就行了 好 最后注意看 对方看没有来了呀 游力改在后方抓 前排了好多游力 你说这一波怎么顶 对方坦克停在我家门口 看没有 一直抓我呀 我们这个坦克呢 现在还不能靠近哈 只能慢慢的等 千万有耐心 在敌人呢 这个紧急性啊 放松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击致命 你看 我们飞行民是不是过来了 好 强行点到这个游力改 你看 他这个游力改在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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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直接干掉 我们这一波啊 其实是消耗了很多飞行兵 但是是值得的 这个游力改一展 你看这个紫色受不了 想过了推不 啊 这个推啊 肯定是推不下的 你看我这边 这个三星的带火力的光能 加上三星天气 怎么打我 好 我们直接冲过去 还有最后三个三星天气啊 继续招光能 继续减属性 我们只需要减几个三星光能啊 配合这个天气冲过去呢 这个紫色的估计应该是顶目 它只要没有游力改的话呢 我们这个位置啊 打到后期啊 慢慢熬音的话 主要是这个属性对吧 优势是非常大 所以说它是有钱啊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看 这个紫色呢 它拉那个基地过来 看到没有 它拉基地 然后呢带着游力 这是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法国 那个基地 难道是想炸炸炮 好 我们三星光能 直接往前冲 这里有两个 感觉好像是可以了 再把后方的天气派过来 稍微等一下 等这个天气过来 好 天气大概往前一冲 打掉三星光能 要到烤了 好 再往前面追 这个不能再追 它飞看 当时呢 这个紫色家里面 它有很多心灵突击队 我们呢 打到这里 有点小瑕疵 小失误啊 没看到 这个天气完了 瞬间的就叛变了 你看这个天气啊 它是在属性的哦 这个天气冲过来 感觉啊 我这个家里面 有点卡不住的哈 看到没有 这个天气啊 这个天气是我的 直接冲过来 没办法 只能拿飞行兵 加上光能 强行上去换 这里还有个三星小飞行 这个天气啊 太硬了 好 闪兵打掉天气 还好 这把闪兵下来呢 守住它 然后呢 我们继续解这个数换 其实打到这里呢 目前优势啊 还是这个紫色啊 主要呢 它有钱 你看我们现在没有钱了 对吧 想照光能坦哥呢 还得展叛天经济哈 而且我及时捡到这个三星光能呢 过去打的话 对方呢 可能会用这个飞行兵呢 对吧 抢行换好 这个追看 对方光能 飞行兵保护 而且这里呢 有一些清零组织队啊 看到没有 它这里有三星光能啊 这个紫色呢 它还拉了个基地过来 它这个架势很明显呢 是想把我逼动对吧 就把我躲在这个角落 慢慢的呢 用光能坦和戳我 怎么过呢 你看我们三星光能是不是来了呀 往前一戳 再往前打掉基地 好不行了 要往后面退一下 你刚才过来 保护一下三星光能 被它换掉一个 再往后推 错了 我们不着急啊 继续捡这个三星 测个紫色的打的还是比较凶哈 现在我们继续捡索性 然后呢 打到这里啊 这个紫色的其实也是比较机智啊 注意看啊 它现在肯定要飞行兵是继续造啊 然后它现在不造光能了 它造什么呢 它造那个一星的小飞熊 因为它没有那个输入金重工 它这样子造很多小飞熊 一星小飞熊冲过来呀 我们这个三星呢 其实肯定也扛不住 你看这个家伙有钱啊 它直接三重的 我们只能靠几个箱子 可是又没钱 而且我们还得造这个多功能防空啊 主要呢它这个有复制中心啊 造的飞行兵都是一星比较厉害 这里呢我们再次的稍微的快放一点点 只是呢在展坦克 我们呢在展坦克 在展坦克 待会 matrix 在啊 可以 还有三星磁门 这一波完全就可以拉出去溜一溜 看看效果怎么样 你看 趴这个坦克一靠近 这个子弹都是分叉的呀 然后多个人打掉飞行兵 再往前冲 只不过呢 回看这里 只剩在这里 填了很多油里 把我这个光能 加上磁人 给抓了 先打掉飞行兵 好怎么做 再把家里面的飞行兵派过来 先把那个油里给他整掉 这个油里干掉之后 这个光能又会恶不远处 好打掉油里 磁人坦克戳掉光能 好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跑回家里面剪箱子 接下来再照几个光能 再剪个三星磁 这个紫色肯定就顶不住了 因为他呢 刚刚应该是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而且他家里面的油里 刚刚已经是 在前面都没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注意看 我们当时 在那个上面 打酱油的间谍 他也是打酱油打了很久 我们就情不自禁走了过去 毕竟这个紫色一开始呢 老是用油里的对吧 逼动我 那我们呢 也要用这个油里的去对付他 现在你看我这边上来 冰淫是不是回照油里的 我是有复制中心的 一出来呢 就会出来两个 这么家伙的 三星光能戳我 来嘛 我们也给你戳 互相伤害 接下来 我们就等油里改出来 你看油里改一出 他这个光能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变个赛 就是说 这个不公平啊 这个擦箱子的位置呢 看着是吧 很容易打 但实际上呢 但凡凡捡到三星之后呢 怎么打的都打不出 眼看着呢 就觉得可能打得过了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个打一下 然后打到这里呢 这个紫色也是 请最近赶他的杀边位置 好难打 好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